Oppo这次终于不是PPT了 今年蔚来科技大会上 Oppo不只有量产的折叠屏旗舰 Fan N还有一款面向商用的智能眼镜 Oppo Air Glass 就是我手上的这个 我之前用过面向游戏的那种头盔式的VR 并没有用过这种轻便的智能眼镜 今天我们就一起开箱 来看看它怎么样 这个箱子很大 这个是黑色的全框镜架 这跟普通眼镜一模一样 Oppo Air Glass就在里面 直接是一个小镜 一共是800毫 这是第21个眼镜本体 应该是这样 这个是它的支架和充电座 你这样给它一挂上 就吸住了 就成为一个智能的眼镜 真的是非常的轻巧 让你觉得好像不像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智能眼镜 它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设置 然后可以通过滑动 前后去切换 我现在是刚到机场 上午赶紧去把眼镜的度数给配了 因为我是将近1000度的近视 所以如果要是没有近视的镜片的话 看什么东西 真的就是马太克 Oppo Air Glass最大特点是外观轻便操作流畅 基本不会有卡顿的情况 轻便与功能算力与便携之间的矛盾 一直是智能眼镜的行业痛点 而它的重量只有30克左右 采用眼射光波导技术和MicroLED显示屏 单个像素4微米 说人话就是屏幕细腻 显示效果也更好 搭载骁龙4100芯片 和Oppo Watch 20通话 在穿戴设备里也算是高性能芯片了 侧边的触控条可以前滑后滑切换应用 长按换行语音助手 配合底座可以达到10.5小时的续航 目前这款眼镜支持健康 日程 天气 翻译 提词器 导航功能 我最喜欢的是提词器和导航功能 大家看到的这段视频 是我通过它的提词器功能录制的 非常方便 戴上眼镜后 只有你自己能看到提词器 导航功能可以直接通过眼镜的语音提示 和AR显示带你去目的地 第一个 当然这个功能不能开车使用 步行或者骑行用还是非常方便的 我平常戴的智能手表是OPPO OXR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这么用的 而OPPO Air Glass的通知是直接在视野里的 非常直观 比如说今天要写新视频稿子 刚建了个文件夹 手机来通知了 你得回吧 再刷五分钟短视频吧 就五分钟啊 在这个时代专注做事变得越来越困难 因为总有各种诱惑去勾引你 但如果是OPPO Air Glass 通知来了只需要动一下眼球 点头查看消息内容 转头划走消息 也可以只看一眼不回复 不会轻易打破你现在的状态 我认为智能穿戴设备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轻便无感 长得越普通越好 如果眼睛上戴一个很科幻的大家伙到处跑 真的会有点羞耻啊 这是普通耳机 这是智能耳机 这是普通眼镜 这是智能眼镜 耳机还是耳机 眼镜还是眼镜 戴出去不会路过一个人就看你一眼 让你不会有很强的抵触心理 当然它不只有右边这一部分眼镜 左侧的眼镜模组还搭载摄像头 支持多款镜头 可以让你拍很多第一人称的视角 把你眼睛看到的东西记录下来 这才是真正的Vlog 整体来看OPPO Air Glass最大的意义就是从0到1的跨越 让智能眼镜真正的推向商用 而不只是把它放到PPT上或者是实验室里 初代产品注定不完美 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产品迭代不断改进 但这不就是科技的魅力吗 以前大家还在指责低头族 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 你现在不带手机出门都不行了 时间总会潜移木化很多东西 现阶段的AR只是个刚出生的婴儿 但我同样也觉得 当智能眼镜发展到你能接受的形态后 低头族可能真的只是历史书上的一个名词而已 请勿托